一尘不染啊 而且莲花化色 一到那个时机 身体就高大了 色相光明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年轻老人 没有 每个人形象都一样 平等世界嘛 所以他心平了 我们这个世界人心不平 相貌不一样 有佛报的人 相貌好的人 自自然然 娇慢些 没有佛报的人 贫贱苦人 在人面前 头都抬不起来 自卑心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 大家相貌一样 体质一样 生活状况一样 学习一样 没有一样 不平等 所以他烦恼生不起来 你看 傲慢 这个烦恼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不起来 每一个人都不平等 你自卑的烦恼也生不起来 你跟一切人都平等的吗 所以烦恼吸气虽然有 到那个地方没有云 把你烦恼勾引出来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 受欢祝福赞叹 那么这些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选 跟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 清净受身 花开见佛 无无神 花开见佛 你所见到的 如无来的暴徒 我们一般讲 受暴状怨徒 阿弥陀佛 7号 誒